对于台当局别具用心的指责 香港特区政府20号晚发表声明表示 涉嫌在台湾杀人的嫌疑人陈同佳日前表示 愿出狱后到台湾自首 这纯粹出于其个人自愿 关于陈同佳被自首 甚至涉及政治操作的指控完全是实 声明表示 过去港方一直向台方明确表示 乐意提供合法可行的协助 以便台方调查台湾杀人案 今年3月 港方更在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 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平台上 向台方正式提出 愿意派代表团到台磋商处理杀人案的协作安排 但是没有得到台方回复 随着陈同佳自愿自首 加上香港的司法程序已经结束 而陈同佳不再上诉 尖快出狱 港方已经向台方清楚表示 乐意提供合法可行的协助 台方如在处理陈同佳自首中提出有关证据的请求 港方会积极依法配合 声明还表示 特区政府早已表明 香港现实没有法律容许将陈同佳移送到台湾 也没有法律与台进行刑事司法协作 台方在2018年12月3号 已对陈同佳发出通缉令 通缉令至今仍然有效 全球对于通缉犯的通行做法 均是想尽办法将他早日击捕归案 以彰显法制及公益 香港特区政府希望台方 务实及积极地接收一位 被其通缉和自愿自首的人士 特区政府将在香港法律容许的基础上 向台提供所需协助